娜娜 我被練習了 我要找媽媽 你來得正好啦 我們真想去加油 找那兩個孩子的下落 阿蘇 娜娜 你們怎麼可以自己亂跑啊 知不知道我們很擔心啊 林志明 不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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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明 開門 開門 糟了 身邊過來啊 幹嘛 不可以進去啊 好 好 我看一張一張天真面孔 青春無敵放不下執著 大聲時候 人有愛也有痛 決定一個夢 我 就要放大到整個地球 Free world 請為我加油 要做自己最完美的英雄 衝破每個慢動作 你絕對不是對手 你絕對不是對手 憑著知覺衝破 勝利追來碰頭 Free world 會為我感動 要做自己最驕傲的英雄 熱情會遠遠傳送 到世界每個角落 開始第一秒鐘 我要堅持到最後 林某某 齊明的案子過了今天以後 就要移送到軍事檢查署 以後追齊明的 可就不止我一個人了 齊明會變成過街老鼠 只要有人知道齊明的行蹤 就可以檢舉他 只要他一出現 任何地區的軍警 都可以逮捕他 他能夠逃得了多久 最後還是要面對法律的制裁 他逃得越久 關得越久 那個時候我想幫他也幫不了 你 你胡說 我才不相信 不管你信不信 我是真的想幫助齊明 因為一個年輕人 他的黃金歲月 如果在監獄裡度過的話 對國家不是一件好事 你們說得對 齊明他不是一個壞孩子 我原本以為這件事情 可以圓滿地落幕 讓齊明不要一錯再錯下去 可是沒想到最後 還是眼睜睜地看著 國家失去一位軍人 多了一個逃犯 我哥是被冤枉的 他並沒有打長官啊 如果他就這樣回去的話 是少了一個逃犯 但是多了一個冤案啊 對 齊明說得對 齊明無論如何都不能這樣就回去了 暴行犯上是一條罪 可是逃兵又多加一條啊 如果他真的是冤枉的話 那又何必讓自己多背一條逃兵罪呢 如果他現在投案的話 他可以免去這個逃兵的罪責 如果你們可以聯絡到齊明的話 麻煩你們轉告他 請他好自為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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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過了今天 就全國通緝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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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長對林啟銘的評語是 忠貞存糧 責善固執 這個人 怎麼看都不像是個會逃兵的人呢 林啟銘啊 林啟銘啊 你選擇了一條絕路啊 走吧 我們去通知所有人撤上 是 是 奇怪啊 門口的便衣怎麼不見呢 齊憶 齊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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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账 阿乐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你在干嘛 不要打了 跟我东西 捅个娄子 拍屁股就走人了 你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 你是个军人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多么严重 现在啊 没有人能够把你收拾了 跟我走 到殲民队啊 去治手劲 走 爸 爸 我不能去治手啊 又不等你 行 去拿绳子来 今天就算要捆了 也要把你捆走 起来 走 跟我走 快 爸 求你原谅我 我现在真的不能去治手 因为我还有事情没有做完 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严重的 你是家人不信的 除了个逃兵 你一个人倒 躲在外面逍遥啊 你知不知道人家是怎么看我们全家的 好像我们全都做了贼似的 我 你妈 还有你弟弟 在人家面前全都抬不起头来 就到这个关头 你还不去治手 好 不去是不是 老子打死你 爸 爸 不要打我 爸 不要打我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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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阵子你为了我的事 四处奔走求人 你应该知道 事实不是像部队讲的那样子 我不是暴行犯上 都是那个班长欺负新兵 看不下去要阻止 才会闹出事情来的 如果我现在去投案 不就永远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了吗 谁叫你枪出头的 去惹上那个有背景的班长 我就算找了军队的朋友 去帮你说情也解决不了 你现在只有去投案 才能够解决事情 走 你去投案 爸 走啊 我是真的有苦衷的 你就算是冤枉了 你也给我进去里面的 好好反省反省 学人要抢出头 你以为你是谁啊 走 好了 我又再拉了 你在干什么 你要他回去松拾什么事 你 快走 快走啊 你 走啊 你在干什么你啊 站住 我 我要 我要 太多地球 你去当兵的时候 我是怎么跟你交代的 明哲保身嘛 就算碰到不公平的事情 整个眼闭个眼就过去了 你到底有没有听进去啊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 不孝顺的孩子 爸 妈 对不起 对不起 姐妹 爸 对不起 我不能说出自己藏在哪里 因为我想再拿一次冠军 我现在不只是为自己奋斗 还要为激起那群小朋友及相亲父老奋斗 爸 请你原谅我的私心 我不能因为一个我没有犯的罪而回去自首 老天爷啊 请再给我多一点时间 求求你再给我多一点的时间 让我完成那家孩子的梦想吧 绝对 起盛 你還好吧 你剛剛差點打到我 想像你剛剛鬼鬼祟祟的 我還以為你是 是什麼 是 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在等你啊 想說你回阿公家都會經過這裡 等我 現在是球隊練習時間 你不去督促他們練習 他還在等我幹什麼 我想說你昨天看起來心情不好 所以想給你驚喜 所以才來這裡等你 你還不知道我怎麼說回來 況且這有什麼好等的 難道你懷疑我不會回來嗎 欸 啟善 你怎麼從嘉義回來之後 就變得怪怪的啊 是不是有什麼事情困擾著你 你變得好焦慮喔 而且一點點事情就生氣 說話還顛三倒四的 我真的很擔心你 想讓你開心一點 所以才在這裡等你 衛丁 對不起啊 這幾天 我太擔心球隊的事情了 心情起伏不定 所以才會這樣子 你 謝謝你來這邊等我 救援 主啊 雖然芙美已經不在這裡了 可是 我相信你是無所不在的 求主可以在他难过的时候 给他一点慰藉 在他觉得孤单的时候 可以给他一些支柱 如果他遇到困难 求主可以为他开启一条光明的道路 让他在黑暗中不会迷失方向 可以知道回家的路 可以知道在家乡还是有很多人 关心着他 等待着他 主啊 我已经把富美的照片 寄给在台北工作的同学了 希望很快就会有他的消息 求主可以保守他 平安地回来 也求主可以赐给我力量 智慧 让我可以去照顾阿叔跟Nana 希望他们可以度过 失去姐姐的伤痛 安闷 小五 你怎么会在这里 刚刚帮神父带物资去别的村庄 一回来就看到你在这里祷告了 我在这里是在帮富美祷告了 祝福她一切可以平安顺利 不啊 我觉得你心里一直存在着富美 一直惦记着富美 对不对 我相信有一天你们一定会重逢的 到那个时候 你要好好珍惜富美哦 小五 谢谢你呢 你跟富美都是这么单纯善良的人 我相信老天爷一定会眷顾你们的 对了 现在好像是小朋友练球的时间 也不知道起身回来了没有 小五 那我们一起回学校去看小朋友练球啊 不要啦 我已经不是球队领队了 回去看大家练球 好像有点怪怪 小五 你不是跟阿苏还有Nana说 要他们把你当做富美吗 对啊 我是说过啊 我们把阿苏跟Nana 从嘉义带回来 再把他们送回球队 阿苏跟Nana看到你这个姐姐 一定会很高兴啊 阿苏Nana回来了 阿苏Nana我请你们吃包子馒头 阿苏Nana这个给你 我们大家说好了 以后你们可以轮流到大家的家里吃饭 阿苏这个给你 阿苏Nana我请你们喝汽水 阿苏我们要组一个守望乡树队保护你们 谢谢大家对我们这么好 我跟Nana以后会更坚强 哎咦 这样呢 哎 今天干嘛把眼睛遮起来 那是墨镜啦 美国人用的 我爸爸也有一副 美国人戴的哦 难怪今天看起来那么帅 哪有 看起来好奇怪哦 对啊 我也觉得看起来好奇怪 好像山上的黑熊 眼睛黑黑的 哈哈哈哈 Jaren,為什麼要戴墨鏡啊? 那是又來幫眼睛遮太陽的啊! 現在又沒有太陽,遮什麼? 你們在幹什麼? 我們在歡迎阿蘇跟娜娜哥哥啊! Jaren,我請你喝汽水! 進了! 你一定不懂啊! 距離相運會已經剩下不到一個月了 怎麼不把握時間自動練球呢?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 你們是不是又變得跟以前一樣 一板散沙啊! 我們積極國翔棒球隊 好不容易排除萬難 才爭取到代表我們學校 參加相運會的機會 你們怎麼還沒有覺悟啊! 你們自己說這樣贏不應該? 不應該! 阿蘇跟娜娜回來 大家只要高興一分鐘就好 因為馬上 我們遇到第一個敵人就是光復國小啊! 已經沒有時間分心了 懂不懂啊! 哦! 起身是怎麼啦! 對啊! 怎麼好像變得更人啊! 從今天開始 你們的訓練 會比光復國小更嚴格 會比光復國小訓練到更晚 你們會比光復那些球員更辛苦更累 你們怕不怕? 不怕! 你們怎麼累是為什麼? 哪個天 所以 以後練習時間 不准再有任何散漫行為 隊長 帶大家法跑二十圈 動作! 是!結論! 落空! 五重! 繼續! 加油! 加油 加油 王力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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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晨 你還好吧 我 加油 我沒事啊 我昨天發現了你一個大祕密 我哪有什么秘密啊 木财行那个男生是你弟弟吧 弟弟 什么弟弟啊 起圣的你有弟弟哦 不要乱猜啦 可是那个男生叫起义 你叫起圣 你们名字就只差一个字啊 为什么一直戴着我的墨镜啊 手带一下又怎么样啊 小气啊 对 我就是小气 怎么样 可是你跟那个男生好像看起来很熟耶 不像是陌生人啊 洪启胜 我也觉得你怪怪的 怎么会对嘉义的路这么熟啊 一定有问题 对啊 你昨天心神不宁 害我们都很担心耶 鬼鬼祟祟的 又是戴墨镜 又是看到献兵就绕路 走人 不知道人哦 还以为你是逃犯呢 喂 现在时间还早 我们先来玩一下丢球好不好 老大 你怎么会有球啊 这颗球哦 是我从球队里拿出来的啊 喂 你怎么可以乱拿队里的球 那是大家要练习用的 要是被教员发现了 我们就倒霉了 放心啦 我只是先借一下而已 干嘛那么紧张 反正球队里又不是只有这一颗球 教练不会发现的啦 而且我们这样也算练习啊 对不对 好啦 我们来比赛看谁丢的眼 这样好吗 没关系啦 你什么时候变那么胆小 反正球都拿出来了 不玩白不玩 等我到学校以后 我再偷偷的放回去 没有人会发现的啦 好吧 好吧 那我们走吧 嘿 我们先玩水 等一下带点球 好 安娜 你下来跟我们去玩啦 你不要咧 好 你不要 那等一下你帮我们顾衣服换出吧 好啦 喂 你们走开啦 我们要玩水 这里那么大 你们可以下来游啊 我们公布国小 才不要跟你们这种烂球队一起玩水啦 你说谁是烂球队啊 你们公布国小才是烂球队啦 每次比赛 你们既有数目公布 你们当然是烂球队 才是烂球队啦 才是烂球队啦 我们来比赛 赢的人可以下去玩水 输的人就是烂球队 然后雪果跑回家 你们敢不敢 比就比嘛 谁怕谁 我们来比赛了 看是你们光复国小的球快 还是我们既起国小跑的快 没想到你们这种烂球队 可以用这么好的球 少了说 你们等着雪果跑回家吧 好了 跑得最快 给他们好看 没问题 教我教我 看我的 加油 比赛 开始 大陆 加油 赛 好了 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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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大陆 大陆 好 什么好 明明就赛 你们小赖皮啊 你们成赖皮 输得不承认 你们输得要雪果怕啦 你们才在雪果怕啦 你们才雪果怕啦 不要打 不要打 不要打了啦 阿树 不要打了啦 不要再打了 你再打我去告诉老师 不要打了啦 我的眼睛 你们输了 你们输了 没有这个用那么好的球 阿树 你们要怎样 哥 你们怎样 你们的球被她们拿走了 你们的球被她们拿走了 把球抢回来 好 我们明天一定要带球棒去 对 这次带球棒去突击他们 一定可以把球抢回来 你们要去打架啦 这样不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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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是他们先动手的 我们当然要报仇啊 不好啦 我们应该赶快跟教练讲这件事情 教练一定有办法把球拿回来 不行了 早上你也有跟我们玩球 如果让教练知道球不见了 大家都会倒霉啦 对啊 今天不只发我们刨烧场 可能一路发刨到华莲咯 阿娜 我们是同一队的 要有同一队精神 明天早上 你跟我们一起去埋伏他们 把球抢回来 不好啦 你们不要去啦 如果你不去 我们就跟你绝交 大家要守这个秘密 不可以说出去哦 不可以说出去 你说我把球把球弄取 龚富国小的打击一直都很强 我把所有球员的特性全部记录下来 这样回去可以给齐胜做个参考 不错嘛,还会收集情报 我以为你们麻药教练死了之后 你们机器棒球队就已经解散了 我们机器国小刷棒队现在还在 而且更强了 是吗 因为我们有新教练 上次要不是新教练晚到 我们差一点就可以打败你们了 上次6比0 你们还是输了啊 这次比赛啊 我们一定会赢回来 你们队员连打架都打不赢 还想赢球咧 打架 这个是你们机器国小棒球队的练习球吧 这是我们的球 怎么会在你手上啊 你们的队员跟我们的队员打架 打输了 我们队员也把这颗球拿走了 请等一下 请把球还给我们 这颗练习球对我们很重要啊 好歹你也带过球队 我问你 如果你在比赛输的球 会在结束之后 厚着脸皮跟赢球那一方 讨回分数吗 小孩打架 大人最好不要乱插手 赢了就赢了 输了就输了 既然我的队员有本事 靠打架赢得一颗球 我就不能随随便便 把他还给输的人 打输 你老实说 今天是不是有跟光复国小的群人打架 没 没有 你确定没有 没有 你再说谎啊 今天光复国小的教练都已经跟我讲了啦 你们跟他们的群人打架打输了 连球都被抢走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们怎么可以带着练球到处乱跑呢 我 我不知道 老实说 我真的不知道啦 大陆 你的脚怎么了 受伤啦 没有啦 没有啦 刚刚在下面不小心扭到了一下啦 没事啦 不错嘛 你们 除了会打棒球 现在还会打架嘛 是公复国小先欺负我们的 明明就是我们赢了 他们还赖皮 还把球拿走 教练 公复国小的还说我们是烂球队 所以我们才会跟他们打架 这不是理由 打架就是不对啊 何况喔 你们还是在校外跟人家打群架 败坏我们激起国小校风 大家都会看不起我们激起国小啊 这件事情喔 不只是教练要处罚你们啊 我这个老师喔 也要罚你们先回过书 好好反省一下 那我们去把球抢回来啊 这样 谁都不敢瞧不起我们激起国小 打辱 你实在是喔 我们都被欺负了 难道不能还手吗 你不是说我们山地人要有尊援 那我们就是在争取尊援啊 够啦 不要叫我哥 叫我老师 不是 我在家里是怎么教你的啊 是这样教的啊 是教你用打架来换取尊严啊 哈 我们也是不得已的喔 是光复狗小的 冒我们激起是烂队 你还说 我们激起不是烂队 我们也很想赢啊 光复狗小的太过分了啦 明明我们打赌赢了 他们还耍赖 教练 我们真的很想赢啊 我们不想永远带一支 都输的球队 不然觉得我们不能输的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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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我们真的不想输 好了啦 我知道啦 你们以为 你们赢得了光复狗小啊 你们很想赢对不对 笑死人了 假的都打不赢 还想赢什么啊 教练只知道啊 少一颗球 我们球队就会少一次练习的机会 走吧 现在全部人跟我一起去光复狗小 看 这是他们 这是他们抢走我们的球 请把球还给我们 你带这么多人来 是想打架啊 打架能解决什么问题吗 对 说得好 打架不能解决问题 这颗球是我们队员因为回来了 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说还就还 陈教练 这颗球对我们很重要 少一颗练习球 就会影响球队练习 请你把球还给我们 你们极其真的穷到 连一颗球都斤斤计较吗 陈教练 陈教练 你讲话不用这么尖酸刻薄吧 请把球还给我们 陈教练 你也是从小打棒球的 你应该知道比赛结束 输了就是输了 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 赢要赢得漂亮 输也要输得心甘情愿 这是一个棒球队至少的尊严啊 所以这颗球 是我们赢回来的 请把球还给我们 好 既然你们这么需要这颗球 那就还给你们啊 这颗烂球我也不屑用 你们要就自己剪吧 陈教练 你剪得气得太剩耶 你这样 许胜 你要干什么 陈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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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颗球 是一颗好球 擦干净 又可以拿来练习了 我之所以会来要回这颗球 只是因为这颗球 上面有我们球员 练习千百次的血汗 就算已经残破不堪 身为教练的我 不管付出多少代价 一定要把球拿回去 你们听着 我们的愤怒 要发泄在球场上 知不知道 知道 距离比赛时间 所剩不多了 到底是应该增加打击力 还是增强防守 才能打败光复国小呢 启善 卫婷 你怎么来了 我才要问你呢 你怎么一大早一个人 在这里发呆 我在想球队的事 你看 光复国小打击这么巧 投手球速又快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赢他们 启善 这个RP是什么 这 这是右投手的简称 那这个1B 2B 3B 又是什么 一类手 二类手 三类手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看来我是问错人了 我想 我还是去找布娃讨论好了 好 那 你 爸爸 跟 我 我 安 咱们 你要 赋 不要 我 我知道 でき 我当领队老师帮不上齐胜 心里觉得过意不去 卫婷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这么有心 以前老师觉得 你是一个很难沟通的人 现在看到你对棒球队友 这么的投入 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在想 你是因为齐胜才这么努力的吧 我哪有 我是不做则已 你做就要做到最好 这不关齐胜的事情 我现在可是会为了齐胜而努力呢 这次练习球的事情 我观察到光复国小 他们真的非常有纪律 加上一个严格训练的教练 老实说 我那时候已经失去信心了 但是起胜 有一种人格特质 会瞬间激发大家的斗志 带领着大家 往那个目标大步的迈进 你不要看他平常 好像有点吊风浪浪的样子 但是我相信他 他会是让球队化腐朽为生旗的人 这一点 是我哥哥做不到的 不啊 机器的梦想也是你哥的梦想啊 我相信只要齐胜还在 这个梦想很快就会实现了 也是啦 到那个时候 我一定要带着一瓶小米酒 到我哥哥坟上去喝个烂醉啦 好啦 那你加油呢 我先回去了啊 好 不宝说得对 球队里就是需要像起胜这样值得信任的人 大家跟随着他的脚步走 才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我要好好地努力 当起胜最好的帮手 努力在球场上赢得大家的信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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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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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善 你有想到对付光复国小的方法吗 我还要再想一下 我最近看很多有关棒球的书 我觉得攻击是最好的防守 因为就算我们的防守再好 也没有办法以防守来取得胜利 要以攻击来取得分数 但是就算我们的打击力不如别人 我们可以配合像是 倒垒触击还有打带跑这些战术 只要我发挥我们的团队精神 还是有机会赢得比赛的 我想起来了 慧婷 谢谢你 你真的是提醒了我一些事情 球队先交给你管理 我去准备一些东西 好 对了 有一句话叫做 事别三日怎么样 寡目相看 好 你就是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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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对棒球一窍不通的韦婷 短短几天内 居然就搞清楚了那些战术 还提供这么宝贵的意见 真是太好了 以后他一定是我的好帮手 接球的时候要用脑子判断 不只是用手接 接球的时候要用脑子判断 不只是用口尖 投球的时候不能穿太紧的内衣裤 投球的时候不能穿太紧的内衣裤 老师 什么事 阿叔投球都没有穿内衣裤 这样还要背吗 安静 好 当然要背 这些是老师从棒球书上 截取下来的知识 对你们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你们一定要随以致用 知道吗 一定要把这些知识 化为实际行动 知不知道 好 齐善 今天球队练习状况怎么样 嗯 一切都进行得很正常 卫婷啊 球队以后有任何状况 你一定要马上告诉我 因为我们教练跟领队 一定好好配合 好 齐善啊 你这个 是做什么用的啊 来 你拿拿看 好重喔 这个啊 这个啊 就是我用来加强打击力的秘密武器 根据可靠的线报指出 你哥哥可能已经跑到东部去了 你骗人 请问是基奇国小吗 我要找林启明 爸 你不是说 有一个惊喜要给我吗 小麦学长 嗨 小五 说实在啊 齐胜 我怀疑小五 喜欢的不是学长 是你呢 啊 你要去找什么人吗 我找少班队的教练 我是他太太 他也结合老婆跟小孩了 带了他去变大家 他也是单身 好气盛 但是 为了即将来到的比赛 就算别人对你有再大的误解 你都要默默承受 林启 就算你改的名字 我还是能够找你 从来没想过 从来没想过 不能再和你牵手 委屈时候没有你 陪着我心头 一切都是我 太过骄奏 以为你会懂 一直忘了说 我有多感动 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 虽然分开的理由 我们都已介绍 你知道我会有多难过 所以即使到最后 还微笑着要我加油 我知道你还放不下我 才会在你开始 只闭着眼没有回头 答应你我会好好活 不让这些眼泪 白流 不是我会有多难过 我会有多难过 我会有多难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